本港天气持续不稳 黄色暴雨警告早早一度发出三个钟头 而昨晚黑雨期间 严重漏水的九龙塘有一城商场 部分店铺下午仍然停业 欧宇处说收集商场顶部雨水的雨水渠损位导致事故 先讲讲商场的善后情况 经过一晚的清理 商场如常开放 各层的积水已经清走 但是个别的位置还有轻微的漏水 较低的层数也摆了一些大的胶筒 早早再有大雨 但商场已经再没有严重漏水 在流冰场旁边倒塌的假天花有待维修 在旁边这个化妆品尊柜 在试发的时候有两个职员及时离开 但损失仍然有待点算 要等公正行回去点收了之后 然后给我们一个报告 那个是临时卡通 其实应该昨晚就拆了 不过刚好又遇到这样的情况 其实很多货物都搬了来店铺 或者雨留在那里那些 我们都锁了在柜里面 所以是否真的有损位 或者损位程度是怎样 真的要等它现场解封了 我们开了柜看货才知道 而这间食肆就要总动员清理 在较低层的店铺下午仍然有员工黄于清理浸湿了的厨窗层次 做不到生意 在商场里面多条扶手电梯因为被水浸过而停用 市民要兜路行用或者改搭升降机 现场有维修人员在抢收 又用吸水机将机槽里面的水吸走 事发在星期一夜晚大约8点钟 天文台发出暴雨警告期间 大量的水游有一成的顶层浮了下来 导致商场多层水浸 无线电视记者利盼龙报道 有学者估计有一成的雨水渠损位 可能与保养维修有关 有工程师就认为商场假天花的设计承受 不倒积水造成今次的事故 有一成部分假天花 在暴雨期间跌下来 积水就好像瀑布那样卸下 屋月署派人视察 认为事故是因为收集屋顶雨水的雨水渠损位 而并不是玻璃天幕或者玻璃窗破裂 而损位的雨水渠已经修理好 有学者估计是雨水渠的接驳位损位 可能是与维修保养有关 大型的天面上高那里 我们会有很多雨水需要收集的 那些雨水就会经过一条 是我们的简称的雨水桶 那就是说天面的雨水 就会经过这条渠桶 排到落地底的排水管里面 它本身这个雨水桶 在某个地方的接口已经开始有问题了 有些接驳口已经可能是滴水了 已经离了口 而且昨晚的冰箱比较大量的 冷的缩 把这个阁口已经有问题了 扯裂了 大量的水就流入建筑物里面 有工程师就相信水渠损位之后 雨水流出来在假天花里积聚 结果承受不了 因为它也不是设计用来承受任何的力 它只不过是承受自己本身的力 当你有水积聚在上面的时候 而水是相当重的 到它去到一个一定的深度的时候 那这个板是没办法承诺得到的了 那它就掉下来了 电视机仔 占潜明报道 在早上黄色暴雨警告期间 广泛地区录得超过40毫米的雨量 经过一夜的狂风暴雨之后 今早大雨持续 市民暴雨上班上学 协民台在早早8点40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 三个小时之后取消 更加一度警告可能有冰雹 大雨之下 葵冲华星街一座工业大厦的停车场 有碩士场倒塌 货车损位 小南村近地桃湾一段 水浸大约一尺 大雨伴随震风 风速高达每小时100公里 青衣货柜码头有货柜被风吹倒 压着停在旁边的六架车 天文台说 一度低压槽影响广东沿岸 雷雨带早早略过香港 广泛地区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 多地预期我们仍然会有一些 骴雨和狂风雷暴 低压槽在未来的一两天 仍然会在沿岸 这儿是徘徊的 所以我们的天气会继续不稳定 天文台说 昨晚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间的9点至10点 一个小时内录得56毫米雨量 是有记录以来3月份最高雨量 而昨晚也收到来自各区的50多宗冰雹报告 而鼓动燕江村的这块农田 农作物受水浸和冰雹破坏 昨晚到现在浸了三次 而浸三次的农植物也是没用的 燕江村这里有过千某的农田 有蔡隆说经过这次之后 他们平均每个农户会损失20万 而他们整理农田之后 都要估计至少三个月才会有收成 渔户处说有大约300公顷的新界农地受影响 农户可以登记申请紧急救援基金 无线电视记者李冠雅不得